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教育部 在这个阶段里头 给学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带着孩子们 带着我们当年度 今年度 金手奖第一名的孩子 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到那个 德国去 德国其实是工业大国 再加上我们也相信 读万卷书 要行万里路 看看可不可以到德国那边去了解一下 他们的所谓 师徒制的一些做法 那也很有幸的是 我们台湾地区有一个 叫做友嘉公司 我们是租智洋 租仲裁 德国的时候就是针对友嘉的部分 他收购会 在友嘉企业里面 我们进行的实作是 全工的实作 在前工实作的时候 我们 我可以发现到在德国 他们对于 学员的基本工的要求非常高 他们对前工的每一个 每一个角度 还有每一个距离 要求的精度也是非常高 友嘉是一间 应该算全球顶尖的 一些机械工厂 实习过程中 第二站是气压 那气压算是机电整合的部分 我们被分成三个人一组 然后去做这个老师给的题目 那它是会安排 它会从简单到困难 这样慢慢的徐序渐进 那刚开始就觉得说 哦这个图我们都看不懂 做过了几次之后 那 就会觉得说 哦怎么那么简单 我们在友嘉企业的 最后一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有一个成果发表 那成果发表 我们是要发表给 在工厂里面的老师 以及师傅们 虽然说有翻译 但是 我们每天都 花了在饭店 晚上在饭店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做小组讨论 以及做报告 那做这些是为了呈现在于 呃 我们在友嘉里面 实习到的所有的相关的项目 以及感谢他们的话 它 机械手臂厂房是 一个厂房里面有八个工程师 那没有那么正常来说 在我们台湾一个厂房 至少可能会有千 可是他们厂房 只有八 七到八位 是因为他们都是 机械手臂在运作 那七八位工程师 是负责监督 那或是检查机械手臂 有什么需要更改城市的地方 我们针对土工建筑的话 我们有额外的 在设计的相关的路程 一个的话 就是让他们去看 那个所谓的 那个古城的设计 很多的古籍都是 几百年以上 可能到甚至近千年了 那他们这些 大部分都是哥德式建筑 然后他们都使用最基本的材料 像是岩石 木头和砖灶 差不多就这样子 他们甚至可以盖到几百公尺 那这项技术 是我个人在台湾前所未见的 我们也因为到了德国去了以后 就发现到他们针对于采学的部分 的确跟我们国内里面 目前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我们也就做了一些比较 那也给孩子们在这个阶段 也有一些的学习 摩斯巴哈大学主要是 它主要是技职教育 它会先应征工作 你工作上了之后才可以去读这个大学 它是三个月在公司实习 三个月在学校上课 公司做不下去了 那学校也不能继续上课 它是双轨的教育 所以它毕业之后 可能可以直接在这一间公司升职 或是去 或是转到更好的公司 一些我们自己土木的设计公安 都有很大的见识 那他们对于公安的重视啊 相较于台湾这样子的比较起来 非常有很大的不同 也不是说台湾有什么不好 台湾也是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是在德国没有的 那我们要选择它 我们要采纳它的优点 然后来补足自己的缺点这样子 因为我是学 我是负责画图设计东西 那如果我学了电 或是学工业设计 我可以把它们结合 对 因为有着不同一样的专业 所以在参观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都会去互相的去分享交流这样子 这趟学习 我觉得交到这些朋友 不但是增广见闻 还可以扩充自己的专业 我说你在学习的样态当中 除了你会的相似之外 对于你不会相似 你更要学习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是跨领域的学习 所以孩子们的话 也感受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设计跟安排 所以当时的教育部真的是要求我们 一定要针对实习的部分要去做考量 针对孩子们的学习要去做考量 我想这些就是我们在学习的历程当中所提出来的 谢谢观看 喜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